大家可能還記得今年年初的時候 五月天曾經有一次飆售的行動 他們要去看一個什麼電影還是表演之類的 然後就飆售 這五月天成員旁邊的座位 在網上面的飆售 請注意二相法二十九號針對的就是網上的訊息 那當時的飆售的話是由一位北一女的高中生 慧成年十五歲飆到了 兩萬三千多塊飆到她旁邊那個位置 然後跟她一起還坐車 說這個遊街就是在網上達成的交易 那你說可是人家沒有性交易 人家只是旁邊那個座位 問題是我們也有很多朋友他們被抓的時候 他們也還沒有幹嘛 他們也是說見面看看是不是恐龍 但是警察說不行 這個就是有動機 同樣的事情在我們的法律上面 有非常不同的概率 所以我才說我也要走五月天 網上雕塑 賽神殲 大家可以說在新聞上面報導出來 這些例子的話更加的凸顯出來 網民在網路上的訊息 常常遭受都是非常不公民的對待 不但經歷被證訊的驚嚇和羞辱 有的時候還要承擔可能曝光的污名壓力 今年九三一起軍人節 因為原交訊息而被國制入罪 羞辱自殺的那一位情報官 可以說是對於二十九條的邪見 我也希望今天我們對於網路文化的討論 能夠幫助大家意識到網路文化的發展 在二十九條之下有遭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當然對於原住交際這個話題 我自己個人跟這個主題是淵源匪淺 大家都知道我去年被一些保守的團體 刻意告發動物鏈的網頁 事實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新解放資料庫裡面還有另外一個頁面 在更早一點的時候 也曾經被這些團體檢舉過 那就是我們的原住交際網頁 那個網頁現在網路上還有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簡單的說一下 2001年底 原住交際上目基金會 就是這一次告發動物鏈的 同樣的一個非常善心的團體 他向內政部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 督導會報的會議提案 什麼叫督導會報 就是立了一個法律以後 就要內政部去執這個法 然後定期去檢查有沒有執得好 抓詐騙集團就沒那麼追得兇 但是要抓研究訊息之類的時候 就會去督導一下 這是寫在兒童法裡面 我們的這些團體是非常執著的 他們要確認在這個法的執行面 他們也能夠施力 所以在這個督導會報裡面的話 天主教下面基金會就檢舉我們 信念就是網站裡 指稱我們的網頁混淆價值觀 對青少年造成負面影響盛舉 一憑我們在網路上面放了一些諷刺的文章 特別是我們寫了有關於原交秘訣 就是怎麼樣可以防範被警方釣魚 或者我們也寫了一個諷刺的文章 成真原交青年軍服務弱勢繁定 雖然我們這些文章都註明了是虛擬的假訊息 但是天主教上部基金會很善心的擔心 一般人可能還是會信以為真 因此鑑請 下面引用 鑑請相關單位針對教育單位所架構的網站內容 和網路自由尺度的評估標準 做說明和處理 你平和吧 請做說明或處理 但是這個結局 行動的壓力當然造成教育 武漢中大校方的驚恐 就立刻擇成電線中心組成小組 來檢視我們網站的內容 最後雖然是判定了網頁 並無不妥資訊 這個諷刺的文章也明顯的是 嘲諷警方釣魚右股是荒謬 但是教方為了避免爭議傷害到的校域 我們校方常跟大學也是一樣 本來六秒俠沒什麼事 如果爭議一出來 媒體一報導 他才覺得會傷害校域 所以最後我們校方做出決定 要求資料庫搬離中大電線中心的學術網路 那目前為止 我們的資料庫還在詳諺網路中 因為我們沒有生成空間 這可以算是老手團體 嘗試消滅性異議聲音的彼此正式出擊 動物鏈網頁其實已經是第二次的大直出擊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保守人士和團體 目前製造道德恐慌的一貫模式 他們總是利用媒體報導 所帶順的聳動效果 造成社會焦慮 然後自己再以正義的形象出現 或譴責或呼籲立法或督促偵辦 媒體和保守團體經常這樣兩下合集 最終則是助長了立法 形成對社會空間的再次緊縮 援助交際網頁被檢舉的事件是這樣 動物鏈網頁被告的事件也是這樣 這兩個和我們直接相關的事件 其實都圍繞了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網路資訊和言論 遭到保守力量的潛質和打壓 援交文字域就是這個潛質的另外一個觸角 過去十年間網路科技的大幅度發展 不但造就了新的文化互動實踐和實驗 這些多角多邊多樣的互動經驗也漸次沉澱 塑造了新的情緒結構 畢竟網民在每日的網路實踐中日日實驗 並發展出來很多的語言互動共識 期待價值觀 當然同時也是肆意的揮灑 寄存的常見敵地 新的平等民主 於是和舊的階層歧視並存征戰 在網民之間形成越來越複雜的主體心態 情緒結構以及互動的模式 在情緒接觸方面 匿名性和方便性 暫時懸置了各種前置情緒吸引力的 既存社會分解因素 例如面貌 年齡 性別 身材 社會地位 婚姻狀況等等 在現實世界中局限交往的力量 現在大家積極高度的發展 語言的戲劇性 特殊性 吸引性 並且運用各種直接的迂回的晉級模式 一方面投射個人的人格 個性 特色 建立獨特性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勾引 玩耍 進行調情 引誘 以便創造情緒結束的機會 也有很多時候是在實驗自己的吸引力 網路上這種情緒活動發展 當然會挑戰到原本限制重重的社會規範 打破許多傳統上被極力維護的疆界 特別是年齡這個層次 從這個角度來說 保守團體的焦慮正是在回應這個突破性的發展 也就是企圖用法律的暴力 來把這些新興的 抑制的文化實踐 罪行化 妖魔化 以便正當化並鞏固原來的規範和限制 原著交際不然是一個援引自日本的流行名詞 但是它在台灣大眾的理解中 有它獨特的形成史 事實上每一次的媒體報導 有的時候是強調原著交際的荒謬的欺騙性 比方說患大孩子的那個胖妹 騙了很多很多人 包括新竹土園區的高等 的工程師之類的 或者有關注當事人的特殊的年齡體重身份 像我剛剛講的 比方說是胖妹啦 熟女啦 或者是身體有殘缺啦 或者是男性啦 特殊的樣子 或者是小二啦 小六啦 這種特殊的身份 這種報導都會建構 大陸對於原交的認知和情緒 1990年代後半 追蹤日本遊行趨勢的新聞報導 開始提到日本高中群女生援助交際的現象 台灣大眾的理解 則是把這個名稱 結合了長久以來就有和西門丁到西亞的現象 把它簡化為學齡少女麥寧的代名字 也因此接收了過去 對於重機現象的憂慮和罪惡感 雖然日本的援助交際在性別年齡溝通模式上 有其特殊的 但是也很多樣的指涉 然而移植到台灣的時候 正是網路的蓬勃發展期 這個國來文化的新奇刺激想像 很快就被網友挪用 成為網路一頁情新生協商模式 透過網路的匿名和遠傳 援助者和被援者的流動位置 和多元面貌 使得援助交際躍身為網路上最有活力的情欲新局 這個文化發展當然不會被保守團體忽視 原本針對性交易商業廣告的兒少法二十九條 所以在1999年修法 在這個過程中把所有網路電子訊息都列入偵查現象 從此開始了兒少法二十九條的文字語 不過這也有一個歷史的發展 因為早期二十九條的內容和涵義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知識 所以網路上的圓交易訊息也多半循著網路文化中 很自在入骨的溝通方式 直接了當地寫我要圓交 我要圓 你要多少 直接地問 直接地回 並且直接列出下馬和條件 對於偵辦的圓警而言 證據既然已經明明白白地放在網上 黑字 黑字 下面的動作就只有逮捕嫌犯 而由於逮捕行動的這個戲劇性 所以媒體報導往往聚焦於警方把人約出來 以現刑犯加以逮捕 所以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這個消息出來很久以後大家才覺悟到說 原來這些人不是因為圓交被捕 而是因為拋了圓交訊息被捕 這是不是有差距嗎?大家知道有差別嗎? 另一方面 早期警方也經常主動地刊登圓交訊息 以仙人跳的模式 由女警或相關女性職員 以電話約對方出來嫁引代理 目前已經不再用這種方式 因為太浪費人力了 只要發通信息給你 通知你到警局來協助辦案就好 相關新聞報導 則往往集中於警方如何地有智慧 如何地佈局誘騙對方 在這種敘述中 直接建構 被代理者的罪犯形象 當然 基層警員熱烈爭辦 叫到自己人的機會也不少 很多的新聞報導裡都有提到 警員調到警員 有一些警員是辦案互相調到 有一些人是下班時間被辦案的人調到 因此 那個時候我們信念就是 也是在這一類的荒謬案件不斷浮現媒體的時候 開始注意到釣魚誘人入罪非法偵辦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寫文章去批判 還跟警察大學的資深教授 在報紙明義版上面來回辯論 又被人家罵了說 一個英文系的教授 跟一個法律這個警察犯罪學的教授辯論 跟法律相關的事情 又說我們勞過界 為了凝聚力量遏止警方 利用網路匿名信來進行誘股 我們還和法學教授 職業律師 人權團體等等 聯合舉辦座談 批判釣魚誘股 這個大概也是後來為這個保守團體 恨我入門 屢次要檢舉告發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們就是有採取一些行動 去做這樣的事情 隨著警方和媒體的雙方加碼 原交訊息會被帶鼓的知識 終於傳了開來 現在網友之間都互相知道 要用比較迂迴的方式溝通 因此那個圓柱的圓開始有很多變形 然而文字域的上方保健 已經架在網路訊息之上 只要出現和圓柱交際同音的自行詞 圓柱交際同音的自行詞 只要出現和性相關的探尋字眼 要不要葉勤 甚至你在上面寫劇源 說不要原交 照樣會引起警方的關切 作為禁運物誘服的對象 這種對於文字和互動的高度關切 和過度解讀 使得網路所開替出來的互動 交往空間蒙上嚴重的陰影 也深刻的搶害了年輕的靈魂和情感 我想從這個地方先開個頭 先把我收集案例中的一些文字域現象 報告一下下 現在大家都知道 同音字不能用 可是還有另外一些方式 文字域正在進行 那我估計把這個報告叫做 當想像成為權力的工具 警方偵辦員交秘籍 第一個就是 這個偵辦員交是 非常強烈的反性的前提 就是凡是性 就可能是性交易 因此就會被當成偵辦對象 網路是唯一一個可以讓年輕人 自在看求情緒資訊和對象的空間 但是在29條的陰影之下 卻成為白色恐怖的天堂 2002年6月20號 15歲的少女 在網路上偷的訊息叫做 幼馳眉眉 少男殺手 魅力十足 功力一流 有強烈生理需求 逼兒少法偵辦 怎麼看不出來這裡面 有什麼性交易 2004年9月7號 新竹的碩士說 徵求一夜情 用過的都說好 成真北部girl 條件不拘 圓交鬥點 開玩笑不擾 大家記得這是最近的那個鬥點案 就是圓交開玩笑不擾 他打不出頓號 他就打了鬥點 結果警方就說 喔 圓交 然後說開玩笑不擾 就真的要圓交 後來就打他告去 結果還好 警方了解了以後沒有起訴 法院上沒有起訴 2004年9月18號很近 高雄國二學生 他貼的是 我是一個 注意符號 哥 因為你現在都不解個的 我是一個國二學生 想要完全做愛的滋味 不知誰可以幫我 來笑考29條偵辦 凡是性 就可能是性交利益 就要被當成偵辦的對象 這是目前警方偵辦擴大 對於29條的執行 另外在手法上的話 我們的警方很厲害 他們偵辦張行靈案的時候 沒有花這麼大的心思去設計布局 可是在偵辦援交訊息的時候 他們是用情報的手法來辦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 這都是事實的例子 然後是苦主提供給我的 通常的話警方在釣魚的過程當中 會用故事來消除網民的懷疑 所以比方說如果你問他說 是真的嗎 你是個警察之類的 通常警方的寫言語就會抱怨他自己曾經有價交易被騙過 我跟你一樣我受苦過 以被害人的身份來獲取信任 或者很常見的是說自己是台商二奶 很怨恨被冷落 因為台商都不理他 或者大陸妹的身份自居說結婚來台以後 因為喪樓缺錢家人又不尊重 就是報紙上面凡是報導有什麼樣新的故事 警方很快就把它轉為文學材料 就到網路上去看 然後還有一些人就會說 我弟弟也被警察訴一些罪下去抓全家人 都被警察一概同仇獲得信任 或者說突然有點生氣的樣說 我不是耗臉皮的女人啦 你不要 我不要我的人格被懷疑啦 就報索的話網路訊息 或者還有一些人就會直接講說 今天見面就純聊天喔 我和你還不熟 好像很保守一下 可是這是要見面的意思 所以這些他們有講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應該寧個故事給你們聽 這也是一買的 那個苦主寄來的 苦主可愛妹妹說 最近沒你的消息 最近我好難過 她幾乎都把我當成性機器 好痛苦 小妹 白天我應該都會開機 還是你都打錯了 怎麼都沒打給我 然後把她號碼寫的證 因為她想要調那個人打電話給她 算了 我去買按摩棒好了 有一陣子我聽說那個警察 那些打電話去幼兒的時候 都已經有0204的水準 我都是還很難想像 後來看到一些人送來的訊息以後 我就覺得還真的有可能 這位大美女還寫 她弟弟又不厲害 又小又短又快 要不是看圖的話每月三萬 早就不要她了 晚上不確定我能接你電話 半夜更不行 我要英俊要帥哥的圖片 給我A圖 最好肉酸點 她前面會步去步很久 希望跳到這個人 後來這個人當然 這個人有趣 她跟這個女警通話通了 就是女性截來寫去寫了三個月的話 然後因為她都沒有空要到這個 因為這個女警是台中的 一直跟她講大台中來 然後通話到三個月以後 有一天她確實要住在大台中的時候 就跟她講說要去台中 所以女的就是來見面 然後當然就變成了 所以說有的時候 我們警方辦案 這個不棄不死的這個耐力 實在是非常值得我們瞎講 還有就是在筆錄的時候會強迫配合 比方說這是現在最常見 最近這一年當中的幾個案子都看到就是 警方會告訴這個案主說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抓你 因為你約的那個對方其實是未成年的 家長要告你 你如果不配合就麻煩 因為人家是未成年 因為現在法案法例都是未成年的話 如果有性交易或者性交都很麻煩 所以就會告訴對方說 你約的那個人是未成年 到底有沒有人約呢?當然沒有 因為是女警啊 然後要不然就是說 剛才約見的對方未滿18歲過去被網友性侵害 那個父親靠到警局來了 那他剛才這個女的還躲到旁邊看 確定不是你了 所以你要配合我們做一下筆錄 總的意思吧 就是說原來被抓的人也許不願意配合做筆錄 但是他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能做筆錄的話 就變成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對方要告性性侵害 雖然確定知道不是你了 但是你要配合一下 然後你的心裡面借心就會降低 因為說哇 破壞仔不是我 那我趕快配合一下 等一下就搞沒事就回家了 所以筆錄的時候強迫案主配合做出來要的筆錄 而且大部分的筆錄很奇怪 都不是這樣一面問一面寫的 筆錄都是有上一個案子的筆錄拿來說 這個稍微改一下名稱時間地 就這樣子可以了嗎?然後就這樣 然後這個狀況之下 案主通常是可以配合的 因為警方都會說趕快趕快這個做完這些事情 就可以馬上回家 否則的話很麻煩的 好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講這個部分 但我繼續講下去就是筆錄完了以後的這個部分 常常他如果說還沒有說到筆錄這部分 然後接著要講的就是 如果你在網路cull的訊息裡面 沒有談到價碼 因為按理說的話有對價才算是性交易 就是談了價碼 那你的訊息裡面沒有價碼 只有一個性的含義 那警方要怎麼樣讓你出價 那警方要怎麼樣讓你出價 他通常就會以老鳥的高資帶 比如說你要約他說 欸 可不可以出來啊 你的疫情啊 警方就說那你要多少啊 然後你說不要啊 他就說 你幫我當什麼人 或者說你條件這麼差嗎 意思就是說無論怎麼樣 你都要給一個價錢 不要壞了行情 大家都是這樣的 2004年8月的時候 有一位當事人和警方聊 聊到一半的時候只是聊喔 只是想講坑談信啊 談一些錢啊什麼的 對方突然會說 欸 一般你的價格是多少 下面都是酷了 一般價格是指的是多少 當事人很驚訝說 欸 你是不是把我當成牛郎啊 可是又怕說回應如果不恰當啊 這是我們網民常常有的就是 萬一你回應不到 對方啪就走人了 所以每個人都很希望他趕快講講 因為東西都會吸引到對方 就像放廣告一樣 希望趕快希望吸引到對方一直看下去 然後又怕說回應不恰當 對方會覺得男生怎麼那麼吐啊 不知道怎麼回應 所以硬著頭皮說一張至兩張 因為他也知道不能講錢嘛 所以他就一張至兩張的 看看這個女的有什麼反應 結果對方說太少了 當事人這個男生覺得很糗 所以就趕快說 欸 也有一次五張的 反正是哈拉嘛 就隨便說說 結果這個構成了犯罪證據 我到現在還沒有想通啊 我如果講過去 我曾經可能有過一張兩張 或者五張的 我現在又沒有跟你講對家 為什麼這叫做犯罪 為什麼是現行犯 我還沒懂 2004年9月 有一個當事人他在網上留言說 想做的請密我唷 密就是地密的名 想做的請密我唷 這個警員就以潛水的方式跟他密談 請問說有沒有做員的 當事人說 好不容易有個人回信給我 就說 有 警員就問嫁渴 當事人欲言又直 不知道要講什麼好 就說 生活都是向家人拿錢 有沒有講到出價 結果警員笑他說 這麼大還向家人拿錢 當事人脫口就回答說 六千 雙方就約在板橋車站 然後就抓了 警員當時跟他約會在板橋車站的時候 還用小型錄音機錄下當事人說 願意到賓館交易的話 將他帶來 但是這個話沒有用 我們一般講的性交易的話 是用社違法80條拘禁三天 因為你要意圖與人間數碼 就是與人交易 他現在倒田過去說 你看你在網上面曾經說 我想做的要密我 雖然那個網上面沒說那個做是什麼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兩個看 喊過要去賓館 因此那個做的意思 就倒追過去 詮釋他前面講的話 你如果想做的意思就是做性交易 因此不用社違法80條 用耳少法29條 那個想做的就密我 現在就是交易的證據 剛才我說筆錄 像我現在提的這個例子 叫做稻田連月 就是前面你們兩個沒談過性交易 可是後來講到性交易的時候 前面所有的話都變成了性交易的準備動作 因此我有一個案主 他就是他跟人家哈拉了兩三個鐘頭哈拉 然後到最後警方撿出來說 前面他們曾經談過 現在好像元昭到底是多少錢 然後到後來說 我們兩個出來見面 這兩個中間全部都切掉 然後說現在大家都有多少錢 下一句就是我們兩個出來見面 這就叫做要進行性交易的證據 所以警方剪貼扭曲這樣子的談話 談天說定你知道 常常是哈拉 題目飄來飄去就在網路上 因為你不是跟一個人聊天嗎 忙著跟別人打 有時候還送錯了這個信 現在的話就穿著附會 拉前拉後 湊成一個原始的犯罪動機 還有就是我剛剛講 筆錄的時候常常會誤導這個雙當事人 警方會說你只要寫元交二字 就有暗示就是違反 我也很奇怪 法律上從來沒有說元交這兩個都是犯罪行為 不知道為什麼 警方的理解是說 只要寫元交二字就有暗示就是違法 然後又跟案主說 只要合作就不通知校方、媒體和家長 而且不拘留過夜 但是大家都知道合作的結果就是完成筆錄 然後就是積留 然後就是第二天移送地檢所 有的時候警方還告訴這個案主說 因為你是出犯第一次 所以不會留下檢客 不會刑罰 被檢察官罵一罵 勞動服務就好了 當然大家都知道 結果從來不是勞動服務 還有就是道德辦案 這是最近的一個例子 這個警察把二十九條拿給案主看 案主說我根本沒有寫性交易 我這也沒有意思性交易 我刊登的訊息中也沒有這種字樣 警察說 確實是沒有性交易的內容 但是你這樣刊登就是暗示 這樣不適合小孩子看 對他們不好還是送去 然後警察安慰這位同學說 過去他已經送了很多類似的案子 從來沒有一個判刑的 因為這樣可以導證社會風情 還沒看懂那個邏輯是什麼 然後有好幾個朋友他們在警局 被偵訊的等候期間 他旁邊有一堆其他的罪犯 就是因為犯毒、詐欺、偷竊這類罪行被捕的人 然後就問這個同學說 欸 你是為什麼要被捕啊? 然後同學說園交 這些大的犯人就說笑啊 幹嘛搞園交啊? 路上找一個單位 到路面才一千五又不會被抓 幹嘛要上網去? 說穿了婦幼團體拼命推動警方抓園交 其實針對的恐怕不是性交易 因為滿街都是 而是很擔心很害怕那些乖小孩 資源比較多會上網 在網上面行走的中產小孩 利用高科技淪入性交易 偵辦園交的反性的內涵 階級的內涵 都還有在我們探究 對不起 說得長了點 算是開個頭 那今天的話我們很榮幸請了一些 在網路上面 我有名氣 常常行走江湖的朋友 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 跟網路文化相關的話題 那我們剛才討論一下 我們等一下發言的順序 我就按照這個順序介紹 第一位發言的將會是 東部大學政治所的 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鄭小四 請張獻 然後第二位發言的會是 KKCD的著名網友 黑色安行日 沙拉斯 然後第三位會是 東海大學社會系的 銀達三代 網友梅同學 然後最後我們請 台灣大學外文系的 朱衛生老師來收尾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 先交給鄭小四 他有一個很長的發言法 大家可以給人看 那如果全部講完的話 可能要四十分鐘吧 但是我可能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來講 那所以我就盡量 請縮短 我今天想要討論的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是網路 原教文字語跟網路文化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是網路文教文字語 它之所以形成 它裡面有一個 權盧主義的元素在裡面 那就網路原教文字語 跟這個非正式化的網路文化來看的話 其實網路原教訊息 之所以被嚴厲的打壓 然後它跟網路文化本身的特質 還有發展是有關係的 因為網路它的自由流動的特質 讓那些不同於現實文化的網路文化 有發展的機會 那藉由網路空間所獨特形構出來的 這些非正式化的語言文字 就受到很多捍衛政統 言跟溝通方式的人所痛恨 好看 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